讲一下天干地支啊 很多人不知道天干地支啊 讲一下天干地支啊 天干我不写了 四天干我就不写了 嘉义丙丁我就不写了 然后四二地支我也不写了 什么叫天干呢 这是天 这是地 看到这天啊 这是地 你看天干嘛 天干联系天和地的 这是天干 啊一个树的主要的树干叫天干 十天干 十个 然后呢 这个什么地 大树不长出枝叶了吗 啊长出枝叶 长出枝叶 这是十二呢 十二地支 然后呢十二地支呢 画一个鼠项 鼠项 然后跟着地支呢推出十二个鼠项 啊 因为呢 大家呢 这个 我们经常师父是讲在天成像在地成形 然后呢天干呢是鼠项 我这是桃树 花的就是什么 桃子 我是杨树 长的就是杨树枝 嗯 所以呢天干是主要 但是呢 呃 为什么老百姓呢 不太关心天干呢 因为天干太远了 太远了 老百姓只关心桃子 和 啊 李子 不太关心你这个树的一些东西 啊 然后呢 这个 这个老百姓呢 也不太说这个地支 为什么呢 说啊 今天是子年什么 大家都走直说老鼠啊 什么子和丑相配啊 什么子五相冲啊 你那个鼠老鼠都找个牛好 找个马就不行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老这个以前的人不太认字 你说字才也听不懂 所以说呢 我们那个他就发明了这个动物鼠项 所以十二地支啊 子这是子 啊 所以老鼠 紫鼠 啊 丑牛 他就发明这个东西 所以老百姓呢 对动物名字他他记得 你要说的汉字他不行 所以呢 在这个 啊 老一辈啊 现在整个中国老一辈啊 经常喝昏啊 就用这个盒 还有一些这个八字先生啊 就用那个 呃 地支的这个六盒 看你这个婚姻合不合 然后呢 看你婚姻冲不冲 这是一个 还有你们经常说的 叫做本命年 啊 本命年 本命年呢 他呢 有一个这个为什么叫本命年 本命年有个职神啊 职神 职神了之后呢 你跟他地跟他的那个地支啊 相冲相克呢 就就咬到了一个神 然后神就会责罚你 说本命年呢 啊 要去要去 要什么 啊 要什么 这个 找一个平安福啊 啊 去平安度过北命年 或者是那个 太翠福啊 啊 去化解这个东西 这个都是因为地支产生的 所以说呢 刚才就问我说天干厉害啊 大一点 是地支大一点 然后呢 大家我我说的是天干大一点 但是老百姓呢 都会说地支大一点 我告诉你地支离我们最近最管用 然后呢 地支是怎么来 是因为天干的习性产生带过来的 好吧 啊 先有天才有地的 先有宇宙才有地球的 但是呢 跟老百姓呢 可能最有息息相关的 是地支 啊 是地支 跟所有的老太太都有关系呢 是属相 啊 你看街边老太太啊 这么东西 他们就天天说属相 属牛啦 属马啦 啊 爷爷奶奶帮帮喝婚了 也说属相 这个对关系 所以讲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呢 在我们那个奇门盘里头啊 在我们道家这个奇门里头 地支呢 呃 也是一样 跟我们的息息相关 息息相关的 然后呢 你们呢 在这个学这个课程或体验的时候 我们下面的大师兄啊 和相关的人都跟你们讲 哪年结的婚啊 哪年发了财啊 哪年事业好啊 哪年事业不好啊 像我们这位女士 我们大师兄告诉他 2023年 啊 婚姻也好了 财富也好了 你不不自己在问什么时候找到男朋友吗 什么时候发财吗 23年啊 是怎么 啊 对 是怎么算出来的 就根据地支算出来的 今年是认人年吗 然后明年什么 鬼某年 鬼某年嘛 鬼某年嘛 所以某年就走到正好走到你婚姻 你婚姻和财富是同工嘛 啊 走到明年就有了嘛 啊 你一直在问我有没有 一直在问我 我告诉你 明年就有了嘛 啊 啊 所以学会了 奇门顿 对自己的一些事情啊 就提前看 就就 啊 啊 运筹预知了嘛 啊 所以这个时间呢 是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然后什么时间发生什么事啊 但他这块呢 还有个不好的 你这块有个空 有个空 虽然走上去呢 能填上 但是呢 呃 有的时候你万一填不好 然后还有一些别的事情 也会 呃 也会出现 因为外事都有阴阳的嘛 然后这个时间啊 这个诱因呢 诱因呢 我跟说一下这个诱因啊 你看啊 这个范茗茗的大运啊 走到了辛丑年啊 这是辛丑年啊 辛丑年这个大运是这个宫位 辛丑年辛丑年啊 看到没有 大运走到这个辛丑年 辛丑年 在天成像在地成行 辛丑两个字都有红字啊 都有红字啊 走到辛丑年都有红字 然后呢 他呢 这块呢就会呢 嗯 这块呢就会有一个 啊 辛丑年 大运走到辛丑年 两个都有红字 然后他这块呢 这个大运上 你看哎 这个大运好像就是有一些东西了 有一些东西了 有一些东西了 然后呢 正好呢 这个 你看啊 这就是 人 午 虚 又是个三合局 发生什么事呢 啊 一看虚的这个工位什么呢 婚姻和事业 婚姻和事业 所以说呢 这十年你要注意婚姻和事业 这就是诱因 懂没懂 没懂吧 辛丑年 看这里啊 看这里辛丑年 辛丑年 辛在这里头 在天成像 在地成行 天象呢 看到希望的 呃 东西了 然后呢 成行呢 生本主财富多赚一些钱嘛 多赚一些财富嘛 这是辛丑年嘛 啊 这样的 然后呢辛丑年呢 这个地支呢 诱因嘛 一看呢 吟 吾 虚 三合局嘛 诱因的话 就想通过 努力工作 然后去提高更好的这个 成绩啊 然后赚更多钱 但是呢 他有红字啊 就反向嘛 吟 吾 虚因为去努力工作 才导致来出问题 你要不努力工作 可能就不出问题 这就是诱因 好吧